蹲下身整理装备 打火英雄李永珍对着镜头微笑 另一名永骚周立新站在消防车旁 两人一同共赴火场 没想到却因此和扎人天人有格 李永珍39岁 井砖22期年资19年 周立新34岁 井砖27期年资14年 新竹市消防局更换脸书大头贴 哀悼两名打火英雄 同袍万分哀痛 让林永珍堂哥更难过的是 最后一次和堂弟见面 是去年的婚礼上 李永珍的妻子更是崩溃到全身贪软 没想到这一次任务 丈夫无法再回家 李永珍的弟弟同样也是消防员 伤心的望着哥哥的牌位 李永珍去年八月 因为协助集产孕妇接生 获得师父表扬 他说这是第一次在救护车上协助接生 一路小心驾驶 听到婴儿哇哇哭声 心中又惊又喜 他也曾在脸书分享训练日常 还写下希望大业一切平安 但这一次出勤却不幸迅值 另一名永珍周立新市家中经济支柱 除了爸妈赶赴灵堂 他的女友和女友的母亲 神情哀戚忍着悲痛到场 他们都想问到底是那个环节出错 东新闻孙中荣 尤雅欣 吴欣伍新伦 在新竹报道